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為什麼中國最近這一年惡性事件頻傳 注意我說的不僅僅是有被人民日報或是被央視報道的 更多的是流到外網流到推特上被壓下來的 你們自己牆內都已經在喘什麼遍地張憲宗張憲宗在世了 那就不要再洗說是台灣人造謠了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濟持續內捲嚴重 失業率高漲最近有很多中配還有一些我中國的朋友肉身還在那邊 才是跟我說跑外賣的人數真的太多了 因為我那些朋友不僅僅是在一二線城市三四線五六線 尤其是城市越小的內捲越嚴重 這個什麼內捲搶單還會常常鬧矛盾 因為外賣的人太多單數很少 那他們就要弄各種方式去搶單天天在上演這個全武行 那像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浙江他也是跑外賣的 一天平均才20單左右而已 那假日好一點可以到30-40單 一天平均收入平均來說80-120人民幣 那點外賣的人啊金額消費也是降級 商家如果沒有釋放出優惠券的話 基本上很少人會去點 像是沙縣小吃就便宜 但是你點外賣的話就沒有這個米飯免費去 但是很多人就會在備注說米飯幫我加量再多一點 然後他還說像要加幾塊錢可以有什麼配菜 加幾塊錢可以什麼奶茶什麼飲料 通通都不加就只要那一份而已 他說以前他送外賣的時候可不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一個台灣人不太會去了解這些 所以這證明了我確實有朋友在那邊跑這個東西 那最近中共也發出了關於加強網配員 還有外送員群體的黨建工作指導意見 要求外賣員要感恩黨聽黨話跟黨走 並且每一年在固定的時候要拍照 要拿那個黨旗拍照 然後跟後面那個流動外賣黨支部去拍照 有這麼多單子給你跑嗎 沒有就是單子少啊難跑的 我今天找他呢 他開通會啊不開通會現在就沒有單給你 不開通會沒有單 沒有的就是沒有 成天的一個對老師都不交易單的 一個對老師都不交易單 這些都是旅遊看不到的 而你看啦中國假日外面人流也是非常多的對吧 不好意思這是消費降級 你們自己去對比19年之前啊 花費買非必要品的消費金額跟數量 對比今年下滑了多少 當然啦這也是一個最近回娘家的鍾沛跟我說的 這也是過去旅遊的台灣人不會特別去研究的 因為你只會看到確實有好多人出來逛街啊 但事實上消費是不是降級 所以中國出現了很多窮鬼套餐 幾塊錢麵包店幾塊錢便當店 但比較不可思議的是 當有一些確實是善心的人士啊 就是打出比較低價 他們就賺很少對吧 那這個就會在中國網路上走紅 中國網紅跟小粉紅都會過去擺拍對吧 擺拍然後就開始故意去挑釁那些大媽大爺 你們最近那個南京賣那個手沖咖啡的不是嗎 那就被鬧嘛對吧 這個行情啊開店的沒生意人找工作的啊 就我樓上的坐了幾個小伙子本來在這裡消費挺高的 他場裡面要放假兩個月 他到市場裡面就找了好多天找不到工作 他今天呢就在我這兒旅行家說明天回家了 臨時工作找不找找 我的媽呀我現在是來到了批發市場嗎 每一層樓都是這個樣子空空蕩蕩的一個人都看不到 感覺廣州選不到貨 杭州好像更慘 我6月沒工作了 然後現在基本上不消費 除了一日三餐 然後我雙國上的必需品 其他我都不消費 一天就花個二三十塊錢就好了 現在廣東失業的人太多了 每天晚上這個小公園裡面 都是躺平的都是躺滿的 男的女的都有真的 每天這個公園裡面到處都有人睡覺 中國就是通說房產暴跌嘛 那地方尤其是內陸省份負債嚴重 因為他們有超過40%以上的財政收入 是仰賴把地租給建商 租給開發商租給企業 但現在你沒有錢租地了 也沒有人有錢可以給你租地的對吧 爛尾樓又一堆你壞張都收不回來了 所以減少了非常多的這個租地收入 所以前幾天國民黨立委還說什麼 誒我們啊台灣啊 不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灣打工 就是我們沒有善意 不好意思你在講什麼 他說的不是中國來台灣的留學生 而是他們那邊讀書的學生 可以直接來我們這邊工作 台灣現在缺工嘛 很多基礎行業 台灣年輕人都不想做 但中國那邊是失業很多 他們想要有工作 但沒有這些工作崗位可以給你做 這就是內檢嚴重了中國學生想要來台灣得到 想要去其他國家打工得到的 那在中國打螺絲一個小時十幾塊錢 對吧 那生活品質也不好 所以大通鋪嘛 來台灣消費雖然高一些啦 但你帶回中國能存到的是不是更多 那不然台灣的平價購買力 也不會世界排名第15名這麼高啊 像是中共國務院公布的2024年1到2月份的數據 我們去看啦 企業所得同比是持平的 但個人所得下降了15.9% 企業為什麼可以持平啊 還記得去年我也分析過了 中共瘋狂印鈔 印鈔的總和超過了歐美的總和 按理來說這樣應該會通膨 絕對通膨對不對 但中國是通收耶 那代表錢沒有流到民間嘛 流到國氣央氣中共可以控制的企業 或是聽中共話的企業 所以利用這些印鈔去持平 我覺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個人所得下降對不對 依據2022年以前的中共數據啊 在中國需要繳納個人稅的所得 只佔了14億的13.3% 也就是1億左右 那這還是2022年啊 疫情沒有那麼慘烈 放開之前的數據 那現在呢 肯定這個數據是更低的嘛 對吧 所以你才會同比下降 那中國個人所得稅啊 平均就是一年 月薪要超過5000人民幣 包含以上 你才需要繳稅 所以你看這個門檻已經非常低了 對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 2024年1到4月份的稅收同比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 中國全國收入下降了4.9% 但是非稅收包含罰款成長了9.4% 增值稅降低了7.6% 個人所得稅降了7% 所以像這個大V他也說了嘛 正常的經濟活動已經滿足不了財政收入了 需要亂開罰 需要靠罰款 需要靠其他的非財政收入 來提高來維持中國的這個營運 對吧 那像是去年不是搞一個什麼退零還根嘛 然後各種農館大隊各種亂罰 對不對 雖然你有定一個模糊的概念在上面 就跟旋訓知識罪一樣 很模糊 開罰 執法的人說得算 還有像什麼 固定每三四個月 就會在某些城市大搞抓電動車 對吧 因為中國有些城市就是 啊我電動車就限速20 25 30 那所以很多店家就會把那個電動車降速 對吧 那有些會把那個速度再調高一點 之類的 或是沒有戴安全帽 或是這個牌子 或是有駕那個什麼棚啊 周宇棚 任何他想得到的理由 你運氣不好 你是很地層的 他都有理由開罰你啦 那也有很多這個電動車被沒收 確實他自己違規 但過去 你電動車的時候 電池不見了 然後警察還有你證明 你要跟我證明 這個電動車被我抓來的時候 他是有電池在裡面 總之就是用各種理由跟藉口 對吧 那此外 另外一個客觀數據是什麼 中國有錢人往哪跑 日本新加坡 歐美 中國的熱錢往日本跑 所以日本股市也是漲很兇啊 那新加坡更是如此 取代香港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 而那些中小產的個人 如果在中國兼著走投無路 他們還想要求一線生機 走線 走線去美國 這個數據我講到爛掉 我不想再講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各大機場 冷冷清清 完全不像是一個14億大國的樣子 真的一趟子 那個機場好像沒人 封閉的樣子 機場耶 國際機場 你看桂林機場 通通蕩蕩 而去年開始 深圳 這些地方 放寬了地攤經濟 允許一些路段 擺地攤 而在今年6月1號 杭州也跟進 要擺地攤了 在一些特定的區域擺地攤 因為 因為中共它就是強調很表面的東西嘛 你擺這些會讓人家覺得 中國怎麼是靠地攤起家的呢 對吧 這很不可取 所以我禁止你們 而且又影響市容 又影響交通對吧 但為什麼現在它反而撤掉這些了呢 又知道 抓小攤販 可是公安跟城管的收入來源之一啊 也是靠這個賺取 剛剛前面提到的 非稅收包含罰款的這個收入對不對 那是從深圳到杭州開始放寬擺地攤 這代表 中共中央認清了 中國民生經濟非常的低迷 內需嚴重低迷 所以可以發現 中國從去年開始 爆紅的都是地攤經濟 對吧 昙花一現嘛 去年的資博燒烤 今年東北的各地小吃 像這個概念啊 過世的李克強在2020年也提過 要搞地攤經濟啊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可以回去翻 我也做過那些影片 但當時盛上不爽李克強嘛 因為李克強一直在戳破他的謊言 什麼全面脫貧笑話 盛上就很不爽 盛上也認為啊 地攤是檔次非常低的經濟模式啊 我們中國偉大復興怎麼搞那個咧 所以2020年出現了很奇葩的現象 有的公安依據李克強總理的指揮啊 允許百姓搞地攤 但也有一些公安他是依據 盛上的指揮啊 抓擺地攤的開法 對吧 所以那個時候很混亂啊 我到底要聽誰了 最後當然盛上比總理到他有槍桿子 所以地攤經濟也爛圍了 但是李克強S之後呢 盛上又認清事實 復甦了地攤經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最近都在強調什麼 晶片產業嘛 AI相關產業嘛 還有也確實有 這個外商擴大投資我們AI產業 而中共 卻只剩地攤經濟可以來主打了 什麼小吃美食可以主打對吧 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文昭老師最近的一期節目啊 關於中國5G神話破滅 大家還記得2019年2020年啊 小粉瘋狂吹嘘 中國5G多牛逼 對吧 現在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集 其中有一條哈 當然裡面很多條啊 其中有一條就是 非常中國特色 我要怎麼搞5G呢 就是把你4G的體驗破壞掉 把你降速 你們自然而然會轉去5G 當然還有很多啦 而以上種種 都是加深了中國社會力氣越來越嚴重的現象之一啊 所以出現了各種惡性事件 昨天不是一個吉林的粉瘋狂S的4個美國老師嗎 那中共外交部也出來道歉 還有說明 但中共官方的口徑都是一致的說 哈 這是偶發事件 但是根據現場其中一位老師啊 事後接受了美國記者的口述 跨國採訪啊 警察跟他們說啊 那個叫做崔大鵬的吉林粉紅啊 失業已久 你們運氣不好 他就是帶這個 哦 帶這個出去 想找人家隨機報復而已 那你們就是運氣不好啦 跟他碰撞啦 對吧 所以他就選擇了你們 但根據中共官方說的 好像是一個隨機事件沒有錯對吧 但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失業率過高 而他不是唯一現象 我們還可以看到 為什麼中國開始有些大橋要掛帆布 派這麼多的守僑人 跳S啊 今天早上不是還有一個在上海 黃埔江跳S 還拿一個冤的招牌 對吧 只是他比較會游泳啦 所以沒有這樣子 那最搞笑的是什麼 2016年啊 中共人民日報說 2024年中國會進入高收入階段 中共人均還在一萬三美金 你會不會離高收入階段差太多啦 我們可以發現啦 中國的薪水減少的幅度是每年攀升的 薪水 增速是階段是下降 在昨天那個吉林事件之後 越來越多小粉紅 讚揚這位英雄做的事情 還覺得這是為榮啊 有沒有 說什麼 中華好狼兒平民英雄祖國的英雄 對吧 國人的驕傲 幹得漂亮 幹得好 中國人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呵 四個打一個 所以他屬於正常防衛啊 哎 謝謝你 你幹了我不敢幹的事情 對吧 如果你們中國人民是正常的邏輯 請你們去譴責自己的粉紅同胞 不要給你們自己中國人丟臉 我們接下來看幾張圖啊 配合全球性的通膨來說 中國薪資其實根本沒有漲 還通縮 那房價暴跌 爛尾流四起 一切 中國的社會現象都可以從數據相對的呈現出來 到社會方面 那現在也非常多的小城市公家界也開始欠薪了 朋友他們在北京中邊的這些 比如河北啊 什麼都一種縣城 事業單位發不出工資 真的幾個月發不出工資 降薪30% 裁員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 所以他就跟我說 他就結實這樣 他說 你想原來兩口子都事業單位 那每週初期吃吃喝喝 現在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了 我們反正連外賣都不點了 需要回家做 我們還可以發現啊 每年都會有統戰團開始收費了 看來中共的大外宣經費真的是越來越少了 這種東西已經存在十幾二十年了 先前我還不太了解中共的時候 對方也用了大學生來交流的名義 對吧 那時候我也去參加 包吃包住 然後中間塞了很多 所謂的兩岸和平友好 中華民族言論對吧 但他們不會一開始就說 欸你是中國台灣人 你是台灣省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他不會跟你這樣講 因為他知道 一旦這樣講 我們就會抵觸 對吧 所以他用什麼 台灣朋友 台灣友人 這種相對比較溫和的詞彙 聽起來是沒什麼不對 那你以為統戰就是當面跟你說 來 我邀請你來玩 你說自己是中國台灣人 你以為是這樣嗎 你會不會對於這個 新戰的方面太落後了一點 但是我到後面才發現 他們是循訓漸進的 只要你一直願意來參加相關活動 甚至你留在那邊發展 當然我們那個大學生交流 他也是希望台灣的人才留在中國工作 對啊 那個時候就直接招了 欸你要想 這是多少小粉紅夢寐以求的機會 因為我們當然還有歐美日韓的人 還有菲律賓的人都來 外籍身份有這個機會 可以直接來跟現場的一些企業的人來面試 這小粉紅夢寐以求的機會 你還要一面二面三面地履歷 沒有我們有外國福利 所以我們直接比你多了一級 這該不會你們都不知道吧 那給我們的福利 肯定是比粉紅高個三五倍七倍的 等我們習慣那邊 在那邊生根之後 當然我們其他市場都會沒有 因為我們主力在那邊嘛 那自然而然等他需要利用你的時候 你心裡即便不願意喊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台灣人 但你也只能跟著喊 因為你已經離不開他了 這才是統戰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朋友 我是爸爸 下次見 拜拜